记者蔡淑院台中报道,家福天使数点灯元梦活动迈入第18年,今年共募集到1700份耶旦礼,历年最多由民众自行纠团一口气捐出500多份礼物,一起帮助全台13处家福中心若是儿童完成耶旦心愿,单亲三兄弟收到沙发,让工作受伤,无法睡床的妈妈能在沙发休息,也有浪费女童收到Kitty。 洋装开心圆梦 就读高中,郭嫂的阿伟三兄弟,父亲过世十年又留下大批债务,全靠母亲独立养家,增身兼三份杂工赚钱,今年5月送货时车货断腿,只能在家中老旧的沙发睡觉,由于沙发也是家福基金会捐赠的二手沙发,但已经凹陷破损,三兄弟许下共同耶旦心愿,就是能为妈妈换沙发。 有餐饮店加入天使树活动,没借顾客家具行为三兄弟圆梦,送来一张二手沙发和一张全新沙发床,让阿伟妈妈能安心养伤,阿伟今天特地在天使树圈赠典礼向他们道谢。 在夜校就读的他白天也打工帮忙养家,他说接受家福帮忙有八年,兄弟有五年收到圆梦耶旦礼吉他书包和鞋子等,非常感谢,希望未来有能力也能当志工回馈。 完成圆梦的还有在家福台中发展学员大班的丹青曼菲尔小云,历经多次开脑手术,丹青妈妈为旧静照顾也在学员当初工。 今年小云许下心愿,收到善心人士的Kitty杨装,今天林佳龙市长太太廖宛如代表转赠,还有另一名六岁的小云许愿一双粉红皮鞋,今天也开心收到,马上穿上新鞋,非常开心。 南台中家福中心红建映指出,今年成功募集到1700份耶旦礼,将陆续送到全国包括里岛的家福儿,个人送礼增加,由民众自行与亲朋友好友就团认捐,一次就捐出500多份礼物,也有近20个企业团体加入认捐,还有餐厅没借顾客一起送礼,送出电器、家具等。 今年天气冷嗖嗖,经济不景气,个人捐款也结冻,转而送物资小礼物,反而让这次募集耶旦礼数量创新高,红建映说今年成泰捐款比去年少一成,约1000万资金,缺口。 接下来还有寒冬送暖活动,募款购买棉杯与各项生活物资,送给辅助的900余互弱势家庭,派民众共襄盛举。